繼續跟大家回到高雄的南方保齡球館 剛才已經預告了 要看看女士比賽 下線方面的準決賽 也是兩位中華台北球手 蔡欣宜會和王廷文欠另一個決賽席位 都是一樣的 飛碟球員 幸好剛剛第一球 可能熱身還沒做得好 不是 看到王廷文自己的笑容也很尷尬 是的 我開了個分評 打5號評的右手片 要很薄 看看王廷文這個球是多快的 不過她很好笑容 雖然第一格的成績是一般的 看看她的對手 蔡欣宜在2005年東亞運 當時是澳門舉辦的東亞運動會 最終她其實拿了銀牌 僅僅輸給南韓球手 她這隻飛碟打得不錯 我們很明顯看到不同了 她的飛碟是向右飄過去的 一出來第一格就打個全中 蔡欣宜 但是在大會方面剛剛提供的慢鏡 其實就不是剛剛蔡欣宜那球 因為蔡欣宜第一格那球是全中的 但是現在她也是先打第二格 看看她的球 向右飄一點點 這次是第二格打八支 對 其實看上去也是相當年輕的球 但是她的球齡也有接近二十年了 是的 2005年就已經可以在亞運 東亞運 是東亞運 但是就是十一年前 沒錯 拿了亞軍和東亞運 雖然就是說 當然參賽的國家不算很多 但是其實我們都知道 南韓也有很多的強手 是啊 你可以在南韓逼到一席位 是很難的 沒錯 當時僅僅拿過亞軍 當時 當時應該都很小 這樣 沒錯 可能十幾歲 但是當時她都出來做事 為了練球 就特意找些工 就可以給她 有時間練球 也都很勤奮為了比賽 到後來其實她 都叫做些part time 的工 因為她有四處比賽 如果打一份正正經經的長工 基本上不能讓她這樣做 我想她真的很喜歡打球 沒錯 黃庭文剛才第一格 就只得到九分 現在在第二格 就先中了九支 對 黃庭文的動作 其實也打得很好 其實 真的補到這一格 拿十九分 暫時她是二十八分 接著我們就繼續看 中華台北的蔡欣怡 和中華台北的黃庭文 這場的準決賽 來到這個階段 雙方已經打完了七格球 現在將會打第八格 在之前的幾格裡 最終其實 黃庭文已經打了三個全中 反而我們看到的蔡欣怡 第一格全中過之後 之後都沒有打過全中 但每一格都可以成功保重 所以看到分數上 她仍然還有幾分優勢 在領先對手 剛剛看到她打這球 就打得很漂亮 沒錯 因為這個全中 會令到她的領先 可以進一步鞏固 我們又看看 黃庭文的第八格 可以得到甚麼成績 上一格 和再上一格 第六七格 她都是拿全中的 哎呀 連續兩格全中 這一格就斷了 打到八支 那分數這麼近呢 你斷這一格 立刻被人扔開來 二十分 沒錯 本來都是五分距離 但現在人家剛剛拿了三十分 自己這一格 拿到盡都是十八 甚至乎有機會 保重不成功 那就是最終打多少支 就是拿多少分 都很難 只可以取捨一支 是啊 所以這一格 她只得到九分 就是黃庭文 打完八格之後 暫時賽恩怡就一百六十九 至於黃庭文就是一百四十三 然後就是黃庭文才打第九格 最重要就是不要那麼緊 穩定性真是很重要 對呀 她一緊就脫不了 一脫不了 就跑去一二那邊 這球不知去了哪 又鬆得太 八支 這球太想拿全中了 對呀 因為上一格斷了之後 她又想做一個全中 就打回這個保重 就看看下一格沒有機會再追回 成功保重拿十八分 第九格 暫時她的分數就是一百六十一分 黃庭文 要看蔡欣怡的第九格 蔡欣怡暫時真的比較 發揮得穩定些 之前八格球就兩個全中 其餘是全部都可以保重的 她是比較打到 應該飛碟那個精髓出來的 那個旋轉是做得好些 但是她走的那幾步 就跟別人有點不同 就怪怪的 但是她最終那一刻是OK的 八支 唉 慘了 開了個飛碟最怕的保重 看到她的表情也知道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保重到 這格 對呀 因為她的球很輕 很容易 撞了頭就知道 那個球就彈開了 所以她一定要中得很棒才行 不過她較為好的 因為 就是說兩個全中之外 全部都成功保重了 之前的八格 反而黃庭文其實就有三個全中 但是其中有三格 她是打了分評出來的 還要是有三格 都是不可以成功保重的 所以就變了 雖然她有三個全中 但是分數都是落後給蔡欣儀 是呀 剛剛蔡欣儀就真的保不到 這個保重 落九分而已 第九格 暫時的分數 蔡欣儀就是178 至於黃庭文就是161 打完最後這格球 就可以知道結果了 雙方的差距是17分 是呀 九支 那打完你的保重就是197 不過其實已經贏了 沒錯 除非因為那17分差距 就是除非 震姦 黃庭文最後這格打過全中 都好像追不到 打過全中 除非她現在掉了 是 打到19分 即是說真的197 我也不懂計算 現在她197 暫時黃庭文還沒打 這格是161 即是都36分 真的不行 她最多可以30分 即是輸最少就輸6分 對 都要看她是否打全中 對 應該會的 她都覺得輸了 唉呀 九支而已 很多時候可能真的 想著輸還會放得開些 是啊 但是那個技術層面 都似乎是 蔡欣宜好些 不過蔡欣宜因為她自己本來 都在保齡球中心做事 才愛上了保齡球 所以她其實對於 那些球材和油 她都比較熟悉 成功保重拿了19分 即是說最終 蔡欣宜就197 黃庭文就180 真是那17分的差距 蔡欣宜結果就可以盡身去到決賽 決賽就將會是由 徐順宜鬥蔡欣宜了